再上去啦 都是鳥居 看這隻啦 今集和大家去佐賀縣綠島市 日本三大渡河神社之一的 幼德渡河神社 首先我們會行參道 再看神社的大殿 還有我們還碰上祭典 好熱鬧啊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和訂閱 支持一下我們 謝謝 幼德渡河神社是位於佐賀縣綠島市 如果你不是自家遊的話 你就可以搭JR去肥田綠島站 然後再轉右德巴士 前往右德渡河神社 車程大約10分鐘 今天是2月12號 時間是早上10點半 為何今天這麼多車 我們要拍到3號停車場 我們現在正在走到神社 今天真的很多人 還要是星期一 今天是假期嗎 原來是日本建國紀念日的年假 另外剛好是右德渡河神社的初五祭 所以這麼多本地人來了這裡 櫻花樹差不多了 全部出了 我想今年真的很早開 過了停車場之後 這裡就是有德渡河神社的商店街 也就是參道 全長400米 這裡會有商店和餐廳 這個神社這條街都挺漂亮 大廚 應該兩個禮拜後 那些櫻花就開了 很大的招財貓 就繼續走進去神社 沿途都有很多茶葉店 和賣茶壺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些稀野茶 這些就是茶漬飯的茶了 這些就是茶漬飯的茶了 大家不妨買來試試 那就越來越近了 那餐廳就收窄了 那兩邊仍然是賣東西吃的 繼續見到稀野茶了 好 差不多到了 這裡就再上去了 繼續走 那旁邊這裡有一隻抽獎 飛龍 星龍 經過30幾家商店和飲食店 4塊米長的差不多我們就走完了 現在我們就進去 又德渡河神社 這個就是初五制的巴士特別班次時間表 又德渡河神社其實是日本的三大渡河神社之一 其餘兩間就是京都勃建渡河大社 慈聖粒間渡河神社 主要是保佑五谷豐收 商業繁榮 家庭幸福 這就是神社裡面的鳥居 又德渡河神社是1687年建成的 過了鳥居就會見到兩隻狐狸雕像 左邊那隻是口丹到碎 右邊那隻就是含著珠寶 又德渡河神社以紅色為主 據說紅色是有利耕中、希望和生命的力 又德渡河神社 本鍊就是前面山腰中 位於石壁中的本鍊舞台 就需要走117級樓梯上去 在山腰中以十二米高的支柱建造而成的木樓高台 後面的櫻花樹又是竿子走出來 這邊就去洗手了 我們結淨先過來這邊 這裡有一個日本庭園 那就200日圓進去 如果你不想走117級樓梯 或者好像我們那樣有老人家 那就可以選擇搭升降機 電梯的收費就是300日圓 收到300日圓之後 然後有些什麼呢 就是運氣上升 運氣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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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升降機的右手邊就是岩本社 供奉岩本大臣 駐系專訪為技能提升之神 乘降機上來就看到很多鳥居 不過是在上面走回來的人 我們走這邊去吧 這裡有個休息室 走過去前面就是本店的舞台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剛才說過 用支柱支餐建造而成名的木樟高台 和清水紙的舞台很相似 看下這個繪馬 神社有一個人氣繪馬就是這個圓字 只要將繪馬上有圓字的紅色位置分離 再丟到這個圓運回收箱 把圓流給神明破除 之後再把繪馬掛在這裡祈福 就可以去除所有圓運 這裡就是賣繪馬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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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御守 然後另外的繪馬很漂亮 還有一些繪馬很漂亮 有些開運有些馬 這裡有運氣上升 這裡有運氣上升 大家就在本殿這個位置參加祈福了 如果走樓梯上來 一上來就是這一邊的入口了 本殿是非常華麗的 除了本殿 這裡還有其他神社分佈衣衫 上面其他位置 我們過去看看 就去澳資源了 我們走上去看看 這個是石壁舍 是供服萬指援的 山上面周圍都是這些鳥居 因為這裡的鳥居真的很漂亮 每一個位置都是拍照打卡的地方 加上今天天氣很好 藍天白雲 所以拍照是很漂亮的 那去澳資源就在上面了 右邊這個是命虎舍 是供奉渡河大臣的神聖使者 八湖的靈魂 我們繼續上去澳資源 上到這裡又有一排鳥居 然後這裡又下去 去澳資源了 還有200米 這裡就供奉六島大名神 那上到這裡之後 那些路就比較崎嶇 樓梯比較大級 是要走上山頂 於是我就放棄了 那提提大家如果真的想上到頂 最好還有一堆山客 這一邊叫赤鳥居 就可以走回去坐升降機的位置 現在我們就走117級樓梯下去了 在樓梯上去帶電 真的很宏偉 在樓梯上去帶電 來到這裡 這邊也有很多賣賣 前面這個就是御神樂電 最後我們看看每年2月初舉行的初五制 今年剛巧我們來到這天舉行 前面這一座就是流門 是參照日光東照工的螢貌來建造的 都是以艷紅色為主題 建造得很華麗 其實來到神社也聽到這些很有氣勢的呼聲 有個祭典啊 有人知道有沒有 初五制其實是功夫復建道河大社的道河神 祈求生意興隆五谷豐收 全家平安的節慶來的 初五制就去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收看 我們每條片都很用心製作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CLS Comment Like & Share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呀